會不會擔心中國會有相關的反彈 應該不會 應該相信不會 那像因為剛才大使已經有提到這次的人選怎麼好 確實這次跨黨派的人選 那大使您對這樣子的安排有什麼反彈 總統是決定的 都不非常好 當然大家有考慮 第一個超黨派 第二個都有淵源 像王菁平 他的酒量在日本正確是有淵源 熟人很多 跟他喝過酒的都非常多 所以他來很適合 那蘇嘉賢 蘇會長是現在 等於是正式創投的會長 也很適合 那我是適合帶入